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关于逻辑分析模块怎么用 你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了带逻辑分析模块的才能用的逻辑分析 那其实这两个从外观上看是一样 但是这个其实就不带逻辑分析 那这个就带逻辑分析 那带逻辑分析可能只能找到一根彩虹线 只能找到这个配件 但并不区别并不在这里面会多一个电路板 比这种不带的 所以没有里面的电路板 即便是做一根线 其实它是没办法用的 那如果是说你带逻辑分析的版本 你把这个线插在这就可以了 就可以 这就是逻辑分析加逻辑分析 这种逻辑分析你其实只能用一个通道 为什么 因为逻辑分析其实是占用了一个B通道的资源 把它的数据线释放出来 我们目前比如说这款只能带四个通道的逻辑分析 那它其实B通道是没办法用的 你可以同时用一路逻辑分析通道 然后加四路逻辑分析通道 相当于同时有五路通道可以用 大概是这样子 你就可以这样介绍了 然后我们拿到逻辑分析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测信号 那你如果想验证一下 或者是学习一下它怎么使用 其实简单 因为这个我们有一路标准方波 1K核子的标准方波 当然幅值是1.5V 但是在逻辑通道上1.5V已经被这种是高点屏了 所以它是一个低定屏高点屏低定屏高点屏 一个方波 周期是 频率是1K 它是紫色这根线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 我们找一个导导导线就好了 杰斯或者我就是汉锡斯 软件上我们就把 软件一会再说吧 蓝色是蓝色通道 红色是红色通道 橙色通道 我们都夹在同一根线上 然后尤其是把紫线加上去 那就说我所有通道都测这个1K的方波 你们来看 绿色通道 黄色的是接地 它会一定不要加上来 加上来大家都接地了 都没有都没有波形了 这个黄色是给你真正用的时候 你去跟别人供地的时候用的 然后我同时把这个 模拟通道通道A 设复器的模拟通道E也接上来 那我们所有的都接这个1K的方波 然后来看它的波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设备插上 插上以后 那其实默认的是 邮寄分析是没打开的 默认是这个界面 那其实在这 那通道B 我们这个通道B上可以释放出来 上逻辑分析1 那在这有个逻辑分析1的 大家公认是不开启的 你把它勾选上 逻辑分析1 它整个界面就开启了 逻辑分析1和试播器 你看这路 通道A是模拟通道 通道A是模拟通道 它是试播器的通道 然后这边四路是逻辑分析1通道 当然你有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出更多通道的 你可以在这去勾选上 增加通道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四个通道这个版本 所以我们就看四路就好了 就是同时你可以看五路信号 一路模拟信号 一路的四路数字信号 但是我们现在都接着同一风波 然后它们共用的同一个时间轮盘 就在这里 采用率 采用率 大家都是通用的 用同样的 同样的采用率 好 然后这就是四个通道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采集到波形了 我暂停以后 我把这个隐藏掉 我们暂停以后 其实你把鼠标放上去后 它会自动的测脉宽周期频率占空比 它会自动的在相邻的波形上 看 能看到吗 比如说我放到这这儿 它会把这个的卖宽正卖宽 负卖宽 然后周期 然后算频率 然后整空比 自动的算出来 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标尺 当然这个标尺是出国器 可以原来就有的 这个之前介绍过 景色标尺 这三个橙色的标尺 三个橙色标尺 是专门给逻辑分析 逻辑分析专有的 它会粘到一个边缘 比如说这个边缘 你套到附近 它一松手 它会自动粘到这个边缘上 我们会有三个 然后三个的 这两个之间的β时间差 然后算频率 β时间差算频率 跟这个 它跟它的时间差和频率 它跟它的时间差和频率 它是跟它之间的时间差和频率 它会自动粘到你的边缘 然后你这样 结合着这个功能 然后结合着这个标尺功能 你可以然后解码 或者分析你的逻辑分析你的数据 但是同时 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些干扰的时候 可以同时用这个 相当于有五路 然后要解释清楚的是说 有很多客户 对于适波器和逻辑分析的区别 那其实你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 你用适波器通道能看的更多细节 比如说它有一些尖刺 或者是它有一些干扰 你这时候用逻辑分析一看 是看不出来的 你只能看很干净的 高于高电平和低于 高电平和低电平的这种切换 你认为它很干净 它一直都很干净 但是其实它是上头叠加的 比如说干扰啊 什么什么 噪声啊 你是看不到的 那其实试波器是可以看到的 就说试波器 逻辑分析一能看得先好 试波器一定能看 但是试波器能看得先好 逻辑分析一能看到细节 所以你这个这通道的 试波器完全可以 作为一个第五通道的逻辑分析 来用 试波器是标志的 试波器很是真的 试波器得来